老闆老友记,大家好 很快又开我们9月份的礼会了 刚刚打完风,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又可以来到中心一起开这个礼会 讲讲这个月的安排 同样,我们都会在9月4日和9月5日 会全日开礼会 在6日和7日,这两天欢迎大家打电话 按你自己喜欢的活动来留名参加 接着我们在9月11日就会抽签 抽签的活动的结果 我们同时会打电话通知大家 如果你收不到电话,就是这次抽签 抽不到,欢迎你下次继续参加 希望和大家预祝在这个月 来到一个很开心的日子 是中秋节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来到9月份 会有我们的数码资商站 会是星期二的上午和下午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电话 来我们的接待处预约 一节大概25分钟左右 其实会有一些耳工去解答大家 关于手机上的问题 如果有些手机上的东西不明白 也可以打电话来预约 就会有鬼耳工教你们 那费用免费的 大家好,9月16日 星期六上午9点半至11点 就会有奇青落罪王大仙 地点就会在龙搭坠 主要是王大仙的景民关系组 和学生义工 就会来到中心那里探望大家 还有也会有些表演 介绍一些防片的资讯 参加者都可以收到礼物一份 如果大家有免费活动 这个活动是免费活动 可以报名 我们会先登记后秋签 名额有40人 一年容易有中秋 又是时候介绍一下 今年的中秋节节动 今年的活动名称叫做 月亮光光月亮光光 活动的举行日期是9月29日 星期五 中秋节正日来的 时间是下周2点半到4点 地点在平台中心这一组 收费是20元 内容有游戏表演 和大家一起庆祝冬秋 名额有50个位 先认有效的会员 在礼会之后打电话来登记楼名 我们在9月8日抽签 抽中了就会打电话来叫你交钱 抽不中我们是不会打电话给你 活动的查询可以找大楼姑娘 欢迎大家参加 各位大家好 又是时间介绍 今个月的十假 起落一个钟 今个月的举行日程是9月14日和21日 星期四上周9点到10点正 内容很丰富的 内容很丰富的 10家堂的全部人 和预工来到中心 和大家分享喜乐的分析 做下运动 读下圣经 分享宗教的信息 唱下月曲 分享怀旧视频 玩下记忆游戏 欢迎游戏 欢迎游戏的你 带到新闻署 那一张免细的原本 华星可以找大楼姑娘 欢迎游戏 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电脑有力互联网的时间 我是刘姑娘 我是谭先生 我是团长 不是刘长 我叫阿May 是的 今次这个月的例会 就有阿May和我们一起 去讲一些活动资讯给大家听 那我们今个月好像 都有一个我们恒常会做的一个活动 是啊 我知道阿May也有帮忙这个活动 你猜不到我会说的是什么 是否早晨运动班 是的 一至五都有 是的 除了禮会那两天没有之外 一至五都有 一个钟头 九点到十点 没错 是的 那我们平时会做些什么运动 其实我们很多耳工朋友 教的 有些日筋炭 水筋 毛巾 脚筋 脚筋带 甚至有些八段錦 或者八段錦 那些都会有同事教你们 就是我们的义工教你们 和你们玩的 嗯 但会不会很辛苦的 淡珊的体质很差的 会不会断气 会不会进入医院的 对 不要说 九十岁你不能来的 有个九十多岁的了 已经 他很厉害 跳脚 你要求的东西 他未必一定做到 但他会根据你想做 那只提高手 他会尽量提高 还有抛毛巾 他都会懂得抛下的 是的 那大家呢 其实到时参加运动班 可以按照自己的程度 和能力 就慢慢去跟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星期一至五 随时来这个 外面平台找我们 可以做个简单登记 又或者到时来到 我们同事职员 都会和你们登记 每个星期 星期一至五 都会举行的 对 除了运动班 我们计划 还有其他好手品 对 嗯 你是不是说 乙蜜液物呢 是的 乙蜜液物呢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次 来的就会是 减月十五号 下午三点半钟 就是在龙之林 和龙卫林的中间空地 阿妹 我考下你 知不知道乙蜜液物 是否什么都可以带来 其实是 那些物品是没有用过的 舊 不要紧要 但你不要用过 因为我们的基本上 你和我们交换的东西 你用过的东西 给别人 别人都不满意 那他拿来的东西 亦都不会用过的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做到这样 是的 最紧要就是那样东西 大家都觉得 其实换了出来 会有人换得走的 是的 还有那些物品 最好都是价值 我们觉得高过十元 或者不要放太久 放在法国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9月15日 来到3点半 去到4点半 来到龙之楼和龙卫林 中间 就找我们去玩这个移密移密 不用事先登记 到时你都直接来找我们 就可以了 嗯 除了那天之外 我们有没有其他日子 都会去街道 和那么多街坊 见一下 当然有 我们计划最喜欢 街道去见街坊 那我们呢 除了这个移密移密之外 我们9月1个星期五 是的 9月8日和9月22日 都会下午3点半至4点半 分别在这个龙徽楼旁边的空地 和王大仙社区中心旁 和大家一起玩游戏 做一些活动的介绍 和有不同的游戏和游戏 和大家玩的 都是不用报名的 大家到时直接来找我们就可以了 咦 那些人呢 你会问是否哪些人都可以过来玩的 是的 尤其是街坊我们 尤其是欢迎 和有小朋友都可以 和他们玩一些活动 和玩一些配图的东西 那些 那些 让他们都 小朋友都不会那么害羞 看到多些人 那就太好了 那我可以带你一家大小 来一起玩 那除了街坊 我们还有其他类型的活动 有 我们接下来好像有个 不知道什么比赛 你提起了我 你是不是说报代球的挑战 是的 是的 报代球 叫做沙包洞 其实我们的玩法 就是有一个 是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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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中间有一个 大约一个洞 就是可以 扔了沙包 如果扔中下去 就会有分数 如果突然你扔不中 你的同伴 或者扔中下去 你一样有分数 是的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团体的 一个竞技的一个比赛 那是多少钱 因为体验日 就是9月25日 星期一 早10点 到10点半 还有10点10 到11点半 这个都是体验日 每场大约是20人 不过就要抽签 如果太多人 我们要抽签 是优先的 抽签了就可以优先的 那如果是我们 我们玩了比赛的人 就来优先参加 如果不是的话 就要抽签了 那比赛那天 就会是10月16日 就会分初赛和拳赛 初赛就会是2点半 或者3点钟分时间进行 如果初赛赢了之后 就会当日直接进去拳赛 就是下午3点半钟 那当日就会在龙泰流球场 里玩 我们总共收16组 16组 就两个人一组 就要住在黄大仙下村 去居民城邮先参加 是的 那大家到时 就两个人一组 就可以自己组织参赛 除了这个布袋球比赛之外 大家知道我们计划 最喜欢做一些 运动相关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 又有一个新的运动班 其实就是这个 液筋棒的运动班 它在10月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连续4个星期五 10月3号 10号 17号 和24号 然后下午4点3 去5点3 在龙泰区 那里 就会举行这个 迎金牌的运动班 对了 顾名思议 我们这个运动班 和平时不同 只会做迎金牌 就会由我们计划的团长 所以义工会带大家学习 如何去玩迎金牌 对了 如果大家参加完运动班之后 觉得有兴趣 再玩多些些 迎金牌的运动 那就不要错过了 现在我们运动班 每隔几个月 都会有一些特兴的班 给大家上 那就要留意着我们的服务 先留意一下 各位留意一下 各位留意一下 和我们的节目一起玩 那下个月的礼会 再和大家见面 好 拜拜 好开心 再和大家预告一下 这个9月份 我们委员会 会和大家 一样举行 一个委员和你 玩餐饱的活动 我们上个月 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 又唱歌 又玩游戏 场面非常热闹 今次我们都一样 会用衣食住行 作为一个主题 用怀旧的手法 和大家玩玩游戏 和大家开心 和大家开心 告诉大家 这一次 我们还会 扮演温娜 和大家唱 《怀旧金曲》 鼓励大家 一起参与一下 这个活动 享受一下 我们委员 和大家预备的 这些环节 日期 是9月18日 星期一 下午2-3 不需要收钱 这次 和大家 一起去安排 活动的委员 有大小 叶小玲 还有梁楼梅 和 李国全 还有 袁菊香 鼓励大家 踊跃参加 大家好 未来九月会有掌身冠疫后条理 讲座 日期是9月11日 星期一 时间是下午2.3-3.3 名额会有50个 主要会由 衛圆堂中医到场 讲解掌身冠疫后条理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的话 就记得快点报名啦 未来九月 当然要吃月饼啦 开开心心型中秋月饼工作坊 就适合大家参加啦 日期是9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10点到11点半 名额有10个 要先登记 后抽签 费用是10元的 会由 义工 謝罪方女士 带领大家制作冰皮月饼 完成活动之后 参加者将会获得冰皮月饼两个 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做月饼 请记得参加啦 大家好 我是龙达序 智有衣石同行计划的 石工林先生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活动就是 中芯和营外笑容基金有限公司合办的 自此保健港座 厚康健康与认知障碍症 港座的日期是2023年10月13日星期五 时间就是下午三点到四点钟 在龙达序那里举行 港座的内容包括 口康健康对认知障碍症的重要性 长者常见的口康问题 预防口康问题的方法 亦都会协助照顾者 如何帮助认知障碍症的长者 保持口康健康 如果你都有兴趣的话 欢迎报名参加 这个讲座是免费的 名额15个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可以找我 社工林先生查询 相信大家都听过 认知障碍症 而每年的9月 就是世界认知障碍症的月份 而中芯为了响应 认知障碍症月 亦都会推出一些相关活动 而今个月 就是会有个 认知能力自我 西查问卷AD8 这个问卷 其实是可以 给大家做一些初步的评估 及早发现早期认知能力的变化 这份问卷 总共有8条的问题 就问大家过去几年 有没有一些认知能力上的改变? 如果大家答事有改变的话 就有一分 而答不知道的话 就有零分 如果出现零至一项的话 即是说认知能力在正常的范围 但如果有两项以上的话 认知能力可能明显退步 但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 也都建议可以进一步找专业的人士评估 包括我们的职业治疗师 盐姑娘 而这个自我测试 只是做一些初步的评估 不可以代替专业临床认知评估 如果大家都对测试结果有任何疑问 也都欢迎找回我们中心的职业治疗师 盐姑娘查询 而预告定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 和认知障碍症相关的专栏 下个月都会有的 所以请大家密切留意下下个月的例会址 好 跟着跟大家讲下这个月的一些感染症报告 先跟大家讲这个报告标准9 就是一个安全的环境 中心有制定一些安全政策 是要确保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报告 和工作的环境 给女友记和我们的职业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定期的检查 和电检消防的巡查 和感染控制的一些预防措施 就确保我们在中心里面提供的环境 和卫生环境的安全都要达到这个标准 以此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报告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对大家的影响都很大的 叫做垃圾征费的措施 政府已经定了 将会在2024年 即是明年4月1日 开始实施垃圾征费 我先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是关于家居垃圾的收费 是关于家居垃圾的 是关于家居垃圾的 是关于家居垃圾的